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这个第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 他说我不会为法老祷告 福奇、贺锦丽、拜登还有其他掌握世俗权柄的左派人物 该跟他们说的已经说了 在他们成为魔鬼之子之前 也为他们祷告了 无奈他们的心刚硬 如果上帝是注定要灭他们 让他们做地狱的燃料 那我不敢违法上帝的旨意 我觉得为敌人祷告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尤其是为他们这些人 很多大家可能觉得说你看多坏啊 福奇博士出资整出来这个病毒 让武汉实验室去做病毒 把雷油放出来怎么能力 那么多人死了 福奇博士多坏啊 蛮口黄话 拜登做假跳上去了 克锦丽做小三上去了 这些人都多坏啊 怎么都这么坏 对吧 那但是呢圣经是叫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的 而且圣经里面的人物像说 大卫也一直帮扫罗祷告嘛 然后那个 Daniel 然后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圣经故事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了 这个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对 有时候你祷告的话 你忍不住都会塞几句那个咒诅的话在里面 不行啦 不行啦 哎呦我假的 哎呦那个back example啊千万别学了 还嘛 对 但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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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 啊拜托 耶稣啊你看这拜托就这就忍不住塞几句进去 但就是或者是抱怨的话就对对对这是不好的 所以说对我们要改掉这个东西 不过呃各位要想想看就是很多人会希望说什么 他们做的很烂然后让世界怎样看到他们怎样怎样怎样 各位要知道就是现在拜登还是掌权的 嗯 他做的越烂就更因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是 那然后他做的东西越蠢我们的生活就过得越糟糕 对 就像他ban fracking然后呢支持什么green new deal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他越去支持这些愚蠢的东西 不会说我们看起来就变得很正义 只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对油价会越来越高然后东西会越来越买入器 港口会越来越堵塞 所以说诅咒他还有各方面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好处了 那如果我们说作为这个爱灵魂的这样一个心 一个天赋的心来讲 他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 就像我们还没有收起信主之前 那也都是非常糟糕的人的 那糟糕的程度那糟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讲了 反正是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糟糕到那种程度我们不是总统 所以可能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对整个那个国家的什么什么 但是每个人都是相当糟糕 那圣经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很多次 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他从来没说说那个在山掌权者坏 你就让他坏吧烂你就让他烂吧 没有说除了他之外 他说人人都悔改 不愿一人沉沦 那在前部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在这里也说说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如果我们要是不为他们祷告的话 他们把世界弄得越来越糟 比如说他们要是逼迫到我们聚会的权利或者怎么样 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正常基督徒该有的生活 对吧那这样就是影响到了我们 然后不光是从经济的方面 油价的方面 包括孩子的价值观的教导方面 他们是完全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不为他们祷告 其实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为他们祷告了 希望他们的心能够回转向神 然后他们最好能信主得救 对吧这都是一个好事 因为真言二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说 上帝能够改变众王的心 所以说还是要帮他们祷告 那至于要到什么程度的话 可能就看见仁见尽 然后你跟神没者 I don't know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就是像为美国祷告的时候 就像每个人 我相信大家每天都有自己祷告的时间嘛 那为美国祷告这是一定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嘛 对 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为他们祷告嘛 就把他们都一起加进去嘛 下一个留言来自新卫护卫军的一个无名小卒 问如果美国国父当初制定了议会共和制 和在国会选举中采用了比例代表制 世界历史会不会翻地覆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 OKOK 好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完全 不要问我这么复杂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算是蛮复杂的东西 这跟这个政治学还有现在现在政治学有有稍微有关系的 那议会共和制是什么 嗯 议会共和制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 听下来 议会共和制 议会就是那个国会好了 啊 共和制 什么意思啊 议会共和制就有点类似像说 印度的两个 印度他算是连续跟他的那个领导人纪太长实权 也有点像内阁纪的流行 就是这个国会的那个大 然后推出来一个总统 哦 像日本 日本就是这样 还有他写的内阁是总看的 然后天边都在换 隔期间就换一个天词人 然后 三叶紧然 所以讲实诚的内阁 对 然后呢 总统或总理 就是一个 被选出来 对 被他们大 哦 哦 耶 哈哈哈哈 那内阁的制度是什么 对啊 那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说 内阁是内阁的 内阁的 然后 日文是内阁 日文是 议会共和制 因为他还有 允议的 所以说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 内阁制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行政院跟立法院会很容易合理 哦 是哦 对 啊 行政院跟立法院很容易合理啊 因为行政院 他们要推出总统 一定是要立法院同意的嘛 一定要是国会同意的嘛 那立法院立出来的这个法律 然后呢 他再推出来一个总统 来推行这个法律的话 那等于就是 他帮他做事的那种感觉 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会国家的机器就会越变越大 那什么像说什么罗斯福新政啊 然后 Cover也是新政 然后造成大萧条 这样子的东西就会发生 就是政府的权力会无限的扩大 然后影响到每一个人民的生活 很多人觉得说什么 哦 日本也是民主啊 但其实日本人民投票的内容 还有他们的投票的意义其实不大 他们没办法选什么东西出来 其实都是他们的那个党 什么自民党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议会共和制的话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不健康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他说到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呢 你要睡着是不是 比例代表制呢 就是说他的议会是从人民选出来的 然后是从党选出来的 到底谁选出来的 等于说一个党派出来一堆人 然后呢 大家投票的时候不是投给人 是投给那个党 哦 然后那个党拿的票数越多的话 他们自己在指派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对 那像如果说大家知道台湾的选举 有一个要做政党票这个东西 哦是啊我不知道 对那台湾呢 台湾就是吸取各个国家 各个的制度 然后弄出来一个似不像的一个概念 那台湾的那个政党票 等于就是类似这个样子的东西 只是台湾的话 这个区民又可以有名义代表 然后呢 其他的席位就是由那个党派出来的 这个代表在那边坐着 那个席次 这个样子的话 你等于就是你在投一个党 然后一个党的方向 那这个的目的本来是说就是小的党 它可以比较有机会可以窜出来 因为本来像说 美国就是有两个大党嘛 还有绿党啊什么的 就是永远都好像黑跑一样 对对对 那如果说是有政党票这个东西的话 然后政党票然后可以影响到国会的话 那么就是表示说这些党的票 这些席位 其实是这些小的党比较有机会去胜出来 可能有一两席就是有人民的声音这个样 那经过实验结果就是没有人再去投什么政党 每一个国家大概都有两个很大很大的党 然后呢就是那两个党在那边吸取所有的票 基本上很少有其他的政党会出来 所以说会影响到美国多少 如果说美国用这两个制度来治国的话 第一个我觉得美国的三权分地就会整个垮台 特别是 因为就不成立了 对对 因为你的行政院被立法院控制 那么比例代表制的话 我一直不太知道比例代表制的用意到底在哪里 因为大家如果说是要立法然后立法委员的话 你照道理长就是要投给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来代表你 如果说你用一个党来代表你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会怎样我其实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行 而且在各个其他国家也都几乎没有怎么成功过 我不喜欢会怎样我不知道 我只是讲解一下这两个制度给大家听而已 或许我说的不对 如果说真的认识这两个制度 知道这些的大家在下面留言给大家科普一下 对因为我不是个政治系出来的 不是因为我一看到这一集的字 我脑子就大了 就是你听这东西谁不想睡觉 我想睡觉 对吧 确实蛮复杂 对 好来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 就这个话题呢 不光困扰很多观众朋友们好几天 也困扰我们好几天 对 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有个朋友说 没有人说你们这几期的收音有问题吗 音质听起来太怪了 然后下面有个朋友回顾他说 我也说了 我们最近这两天呢 我把那个拿过来 那我们这两天呢陆陆续续的收到很多朋友 在那个频道留言的也有 私下问我的也有啊 你们声音怎么回事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两个说为了想要提升我们节目的品质 对 我让大家听得更清楚 是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一次的穿着这次黑色星期五的这个时候 我们想说 呀 我们来购买一些电子产品吧 为了让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哈 对 所以呢 我们就买了一套这个东西 对 你看这盒包的不错吧 特别好哈 呀 结果呢 给他一打开 哇哦 超棒 一个是个收音的 然后两个收音的 然后一个接收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设备 然后你看那什么网红啊 各个方面 他每次就这样拿一个这个东西 就这种方的 然后就别在这里啊 然后收音都收得很好啊 对 然后就很精彩很漂亮 很怎样怎样 然后尤其你知道我觉得最那个什么是什么 他呢 他后面有个夹子 这夹子一般你比如说记在腰带上或者怎么样哈 他这不用 他呢还给的你一块磁铁 也就是说如果像这种衣服 你不需要夹在领子上 你夹在这都行 你只要把那个磁铁放在衣服里面 他们俩一吸就可以吸起来 你可以随意放在任何你想要放的地方 没错 这个就很高级 然后呢我们也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后呢 叫做Zokani 的这个东西 那就是 评价都很好 对 然后比那个什么RodeGo还要好 Oh Wireless Go 对 然后就 而且又比较便宜 然后这次的黑色星期五 我们就觉得说 就是现在 我们这么穷的一间公司 然后为了要给大家更好的英职 所以说我们就来投资这一个东西 也不便宜哦 就没想要买了之后呢 我们连续使用了 就是这一个礼拜吧 实在是太不OK了 就是我们用的第一天 每个人都很兴奋 然后花了些时间去研究 对 然后结果出来的效果呢 就放到电脑里面 怎么那么不尽人意呢 对 然后我想说不可能 我们再试一天 对 我们一直到了今天早上 我们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就是它不怎么样了 对 就是不知道是这边的磁场还是什么 还是还是真的说穿了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蠢的一个投资 然后买了一个我们根本就不会用的东西 不是不是我们不会用了 它使用方法就是这样 但是很有可能是我们这间办公室 我想会不会有些什么信号干扰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无线传输的嘛 会不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挣扎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决定退掉不用了 对啊 所以说感谢各位的这个评论 然后我们为了进步 我们往后退了一步 我们回到原本的这个收音的这个方式 然后很感谢各位这一个礼拜 忍受 对 忍受我声音变成尖子那样 哏哏哏哏哏 听了都受不了 哎呦是吧 其实我跟讲我听了也受不了 是哦 然后那个在车上听那个音响会爆 哎呦我的天哪糟糕 所以说很抱歉 不过现在应该回来了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原本这个 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说 这个麦克风一定要换掉 这个麦克风 但是这个麦克风 Apparently is the best 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有对比的 你不跟它对比 你不知道原来有的东西多好 所以大家放心 这个东西我们要退掉了 很难过 就是你好像一直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对 是吧 对啊 就我一开始他你叫我的时候 然后我还说要吗 不需要吧 对 我们真的不需要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就我买了之后拿到手上 就说哇 就感觉很高级 然后很开心 对不对 这个好 这个好 然后结果用了之后才发现 所以就是像结束这种事实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去消化 我看你现在也可以勇敢面对 要退货的这个事实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会把它退掉 也感谢大家 在我们声音兼程那个样子的时候 也一直忍受我们节目的音质 现在回来了 好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一个传统 神奇创播一直给我们大家提供非常好看的 创播你的小动画片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今天呢 他们又送了非常全新的节目来 这个新的系列 是一个宣教士系列的动画影片 叫做西洋豪杰爱神州 西洋豪杰指的就是外国人吧 爱神州指的就是中国这片土地吧 所以就是这些宣教士 他们到中国到底都去做什么了 到底都去干什么了呢 这个系列的动画片我还没有看过 今天给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的第一集 好那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一起来看最好看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吧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我是菲莉莎 我是伊藤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中国女人好可怜 每个人都裹小脚 行动真不方便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 帮助他们 可是我们想过很多办法 他们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解放小脚啊 隔壁林太太家好像出什么事了 我们快去看看 林太太 林太太 发生什么事了 我正在给我女儿缠足呢 她今年已经七岁足够大了 哎呀 这样会让她痛苦一生啊 你是外国人不了解 如果她不缠足会嫁不出去 也会被人耻笑的 哎 请不要再缠组 残害自己的身体了 哎 为了帮助中国妇女解放小脚 我们已经努力了十多年 还是没有什么成果 小小就能嫁个好人家 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 让他们解放小脚 这等于要他们放弃嫁人 这真的是很难啊 我们还是要尽力救他们 否则中国妇女就会一直在受折磨 我们来祷告吧 求神给我们智慧 知道怎样做 上帝啊 求您救救中国妇女 他们受到缠组的痛苦 好可怜 我们该如何行 请您赐给我们智慧 感谢主 解放小脚是神的意思 我们可以召开一次 解放小脚的妇女大会 会有人来参加吗 一定会有人来的 神会开道路 因为是爱他们 我们也要全力以赴 上帝创造我们 不论男女 都有一双美好的笑 我们不应该残害双脚 我来花十多年 见你们沿着禅足 受尽苦楚 让我十分痛心 你们愿不愿意 从禅足所受的痛苦中 得记放了 您多年来呼吁大家 反抗此恶习 我们竟然还遵循她 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有七个女儿 如果不给她们禅足 将来嫁不出去 我就把她们全都留在家里陪我 对啊对啊 我们应该尽力消灭此恶习 恢复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模样 缠足 是指把女子的脚 用长布条紧紧缠住 使脚畸形变小 以为美观 一般而言 女孩子在五至八岁左右 便要开始缠足 缠足时 除拇指外 其余四指下驱 并用长布包裹 用针线缝住 1860年 英国传教士麦加温 带着新婚妻子抵达中国 当时的中国以小脚为美 女孩们纷纷缠足 以符合社会的病态审美观 麦加温看到广大中国妇女 饱受缠足之苦 与妻子于1874年 发起了中国第一个 境界缠足组织 厦门 借缠足会 也称天足会 使不少妇女 摆脱了缠足之苦 中国妇女缠足已有千年历史 传教士们亲眼目睹妇女们缠足的惨状 于是他们不顾中国传统社会的压力 率先起而反对 组成天足会 奔走游说 提倡放足 终于获得成功 他们凭着爱心 打破中国传统对女人的酷刑 身为女人的我们 实在要感谢他们悲天悯人的心怀 让中国妇女的小脚得以解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